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平时容易发无名火 莫名其妙地与人争执 可以先念七张小房子 抬头写 敬赠某某某您的名字的要经者 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感觉有要经者在自己的身上 就可以先念四到七张小房子 抬头写 敬赠某某某您的名字的要经者 如果曾经有过打胎 流产 公外孕之类的 需要给每个孩子至少念七到二十一张小房子 抬头写 敬赠某某某您的名字的孩子 不要任意添加流产的孩子或DN个孩子之类的词语 如果念了小房子以后 梦见有孩子穿得漂漂亮亮 开开心心的 一般就是超度走了 反之 如果梦见的孩子情况不好就是还没走 需要继续念小房子超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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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2018 感谢观看